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的心情是比较沉重的 前几天被赌场禁赌 被三家赌场禁赌 他旗下的三家全部给我禁了 然而呢没过几天 我的油管频道又被 听号 分号了 所以呢心情还是比较沉重 所以经过了一夜的思考 我不甘心 我还是想把我这么多年的心血 这么多年的研究成果 拿出来 贡献给那些需要的人 贡献给那些 想在这个界 成功的人 我的赌博 宝典二十一堂课 这二十一堂课 你如果能完全掌握 你如果 融会贯穿 可以说 你将来 可以打遍赌场 除非赌场作弊 完全可以做到盈利的目的 好了 废话不说那么多 我们可以直接进入主题 这二十一堂课 到底有哪二十一堂课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堂课 我们讲职业玩家的六个阶段 第二堂课 讲赌徒谬误 第三堂课 讲不要被赌场套路 第四课讲 讲什么 赌场的科学投注 那我们第五堂课 赌场的路单 剖析 这个打错了 不要记忆 第六堂课讲 百家了下三路的游来 这个里面会贯穿 这个 赌场的一点套路 第七堂课 我们 就要讲全局分析的重要性 我说过了 在以前的视频中说过了 有人听过就知道 没有任何一种单一打法可以打赢百家了 没有一种单一打法可以打赢赌场的2比1游戏 你必须用符合的方法 必须全局分析 必须通过注码条件 必须还懂得概率 什么时候应用概率 还得应用你的潜意识 好 第八堂课讲什么呢 讲百家了的打核 与超级六点 这堂课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不光要打庄贤 但是对于核和超级六点 那是什么 那真正叫博弈 打庄贤 在百家了中中 这个只是什么 只是1比0.95 1比1 这种我称之为什么 叫劳动质负 打脖子以上部分是 靠你的智商质负 我们的智商就是 什么时候能算出来 和什么时候算出来 要出六点 这是智商 因为它的赔率特别高 它在概率值 虽然说是负的 它的EV值数量是负的 但是你找到负的EV值以后 在什么时候可以下中注 什么时候可以减注 六点和核 是职业玩家必打的 不要看有些大赌客 他们不打六 他们只打装先 打得很大 我告诉你 你看到他今天赢很多 但是明后天 他输得跟狗一样 输得惨得要命 你能打多少把赢 你就能输多少把 这是概率 真正要成为职业玩家 不在于你今天能赢多少 也不在于你今天能输多少 而是在于你每场都赢 好 第九节课我们讲 James的数据打法 数据打法的分析 James出了一本书叫 Beyond Counting 这本书在这个 亚马逊上卖 19,800美金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James Grant的数据打法 叫Beyond Counting 我们主要拿了 他的一些数据 我们提出出来 他这个比较好的一些数据 做了一些我也做了另外的数据分析 和他的打法 模拟 最后我总结了一套 就是升级的经验 第十个呢 我们主要讲排行分析 以投注方向 这个这堂课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你掌握了排行分析 以投注方向 你基本上就可以不输排家了 第十呢 第十讲什么 各种投注的口诀 这个口诀就是 让你形成一个潜意识 你到了这个位置 你该出庄还是出闲 不受任何陷阱的诱惑 也不受任何旁边陡客的一个干扰 因为你这些口诀你全记下来以后 你就打起来就很轻松 比如说三二一怎么打 一三二四怎么来的 再比如说如何抓昌龙 再比如说为什么出态 这全是有口诀的 什么时候打六点 什么时候打态 全是有口诀的 这是总结出来的一套经验 和总结通过 通过百亿削的数据 找出来的正的意味值的一些东西 第十二节课 我们讲优势投注法 优势投注法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找到赌场的一些漏洞 找到赌场一些陷阱 我们来进行优势投注法 就是我们可以赢他的钱 大家都知道 你在赌场打牌的时候 一旦你输的时候会连续输 都有这个经验 你打得越大输越大 你越加码他越输 这就是你进入了陷阱 第十三呢 我们讲全局分析的投注打合 全局分析 就是整体排局 它是什么形状的 长排短排间隔 间隔型 还是S型 还是中长型 还是叫什么 七头型和非七头型 这一些的全局分析 这一堂课是比较重要 这一堂课我们直接用实战的软件 来跟大家讲解 这堂课你学会了以后 你在赌场可以说游刃有余 那第十四节课我们讲 全局分析的投注实战练习 这个可能我要 需要我的一些学生 直接远程来配合 让他们打 他们打 我们来进行实战 然后进行分析 因为每一个学院 他的分析角度不一样 每个学院他学的东西 他的吸收率不一样 那他们来进行一个探讨分析 最后我来作为一个现场的分析指导 这堂课 以前看过我视频的肯定也听过 这堂课是非常好的 这种课是非常好的 但在这个 这个里面我只讲 只播出一小部分 因为播多了 又会触碰某些利益 集团的利益 又可能会把我分杀掉 分号 好 第五堂课 第十五堂课 就是他通过第十四堂课 第十三堂课前面的 所有的知识积累 让这些知识变为你什么 变为你的潜意识 就是他的 你知识到达到一定程度 你就不需要去考虑 你习惯到了一定程度 你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他就变成了一种潜意识投注 你直接一看就知道投什么 这时候 你不会被进入一个赌场的陷阱 在这时候 要进行一个强大的心理训练 过了第十五堂课 第十六堂课 就讲通过助码法 助码法的运用 决胜他 前面的所有掌握了以后 你再通过助码 那是什么 打百家了 游刃有余 第十七堂课是什么 要堵桌控场 为什么在堵桌上要控场 你不管他有多少人打庄 你不管他有多少人打闲 这个时候 你该打庄还是打庄 该打闲 你要用你的潜意识 要用你学到的知识 去快速的打下去 否则的话 人家说 好的路都被你搞坏了 这样的话 我们承受不了 所有人的 这个抱怨 那干脆你先出下去 这个赌庄上的控场 我要详细的给大家讲 如何控这个场 如何应对这些赌客的白眼 如何去用自己强大的心理 去完成自己的收入 第十八堂课 我们讲什么 我们讲借力投注 用赌场的钱去博他 去跟赌场博 在这个里面呢 呃 这就是赌博的精华 把前面都学到了以后 这一手是赌博的精华 一旦这个学到以后 你啊 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学业有成了 你的功力达到第十八级 到了第十九级 就是入场的五官 十九级 这个功力达到十八级以后 你有可能还会在 有时候会摘下去 但在什么时候能 不容易在赌场摘下去呢 就是第十九堂课 第十九堂课 就是入场的五官 就是观看什么 入场以后需要注意什么 要看赌卓的什么情况 最后开始动手 啊 才开始动手 第二十堂课是呢 呃 第二十堂课 就是 我们说的 又打错字了啊 利用世界第八大奇观 第八大奇迹 创造你的财富成化 这个 这堂课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这堂课的练习啊 你可以说是在赌场 绝对是占有不败之地 如果这堂课 你能完全把握 可以说走哪里 吃香的喝辣的 赌场就是你的取款机 赌场就是你创造你 财富神话的地方 好 第二堂 第二十一堂课就是结束的课程 这堂课呢 我们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不要在长期的一家赌场去 去赢钱 啊 这个里面 我就要讲什么情况 怎么样去回避 因为我也碰到了 我已经被 被被六家赌场 哎 两个国家 现在是澳大利亚 以前有一个葡萄牙 六家赌场 进度 这个是一个 有些人说 老师 你是一大损失 其实呢 也不是损失 我的这些损失将来都会 通过 通过逃离满天下来弥补 啊 好 那么 我们就开始进入正题啊 第一个阶段 职业玩家的六个阶段 那这个呢 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啊 以后会详细的 可能跟大家沟通一下 六个阶段是哪 六个阶段呢 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阶段 就是刚进入赌场 没有来过赌场 去旅游啊 或者到了国外 还有点怕 拿一小部分钱 拿几千块钱 去玩玩 拿几千块钱去玩玩 这个时候呢 你的心态 是小心翼翼 去玩 但是呢 一旦 你输了钱 可能这些人就永远不进赌场 自私上 这种人叫啥 很幸运 他永远不进赌场 但是不幸运的人是哪里呢 就是前面去了几天都赢钱 自己也不怎么会打 就别人打什么 我跟什么 大家都放庄 我就放一下庄 输了也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等到大家都放钱 我再放钱 哇赢回来很开心 然后连续赢一段时间 这是第一个阶段 很轻松的 小心翼翼投入阶段 用小钱去慢慢打的阶段 这个阶段呢 相信很多人经历过 但是一旦经过这个阶段 你赢到钱的人 我告诉你 悲剧即将上映 那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 你持续梦想阶段 到了这个阶段 你就开始做计划 哼 我要每天赢多少钱 我平 前面平均每天都赢钱 每天赢多少钱 开始做计划了 开始梦想把赌场当做取款金 梦想把赌场当做职业 为什么 赌场又好玩 来钱又快 很开心啊 这个梦想不错 好玩 好玩